大家好 我是杰希 歡迎大家跟杰希一起收看多譯第五部分 今天要講的是動詞的實態 動詞有12個實態 那這12個實態的句型 你就是要把它記熟 那它會有一些關鍵的副詞的單字 讓你知道說這個是用什麼實態的 所以基本上呢 有時候你看不出來的時候 還有一個方法 一個一個帶進去 不對的就把它畫掉 剩下一個就是對的 對不起 多意不能畫 不對就把它去掉 我們從第37題開始看 Lisa Brank very popular right now because she sings really well 因為她唱歌唱得很棒 所以她現在變得非常受歡迎 好 這裡有一個關鍵字叫做 right now 好 right now的話呢 一般我們用的是現在進行式 但是會有例外 好 有例外 那這邊我們來看 她是不是用現在進行式呢 好 第一個是 become不對 第三稱單數要加s 第二個 becomes 好 becomes的話 假如現在簡單式是一個經常性的動作 或者是一個狀態 或者是一個事實 好 你不會這樣子 就是變得 這是變得受歡迎的話 它不會是一個磁序一直在變這樣子 所以就不對 好 become的話 過去是 可是我這邊寫 right now 所以這裡的話就是 It's becoming 好 Lisa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right now because she sings really well 因為她唱歌唱得很棒 所以她現在變得很受歡迎 所以你看到 right now的話 你用記住 好 B動詞動詞ing 這是你的句型 那第三人稱就是 E字 負數的話 R I的話 M這樣子 好 這個部分應該沒有問題 第2八題 Please bring your ticket stop during the event 好 Ticket stop 這個Ticket stop 就算你stop不知道 還是可以猜得出來意思 這題就算這個單字你不知道 還是可以猜得出來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 Pleas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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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什麼句子 這個句型叫做起始句 起始句的主詞省略調 而且它的動詞一定是動詞原型 這個請一定要記住 我們說 Please stand up Please sit down Please be quiet Please do not make any noise 不要製造噪音類似這些 所以這邊就算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知道你猜A是答對的 不過呢 可以把這個句子記一下 Stop的話就是票根的意思 Ticket stop During the event During這個字也要記一下 很容易出現 在什麼什麼當中 好 在這個活動的當中 請你 Stand 就是保留 保留你的票根 在這個活動當中 那這剛剛講的 因為這個是起始句 You省略調了 然後你的主詞一定是用動詞的原型 形容詞的話會有B動詞 比方說Be quiet 這種的 好 那剛剛講的 所以這其他通通都不對 字題還蠻簡單的 所以遇到起始句 即便動詞你不認識也沒有關係 好 大膽的就選原型了 這樣子 好 第29題 Where have you been the guest Frank for you for 30 minutes? 好 Where have you been 這是現在完成式 你跑去哪裡了 那個客人啊怎麼樣 等你等了30分鐘了 好 所以A waits 我們剛剛講 現在簡單式就是一個習慣經常性的動作 客人沒有一直每天來那邊等你啊 所以不對 好 Waiting的話也不對 在句子當中 主詞後面是動詞 好 Waiting是一個現在分詞 還有加上別的字 才會變成一個時態 一個動詞的句型 所以後面 你的主詞後面 絕對不會有這個ING動詞出現 好 200%不會 除非它前面有B動詞或其他的詞 好 所以AB不對 好 C跟D has been waiting 跟has been waited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呢 一個是現在完成進行式 一個是現在完成被動 好 客人是被等嗎 不對啦 客人是等你 好 所以the guest has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30 minutes 答案是C才對好 對不起我之前都忘記一些答案 好 然後這個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has been waited 就是被動 有時候會看到被動 現在完成被動 就是從過去的某個時間點到現在為止 這樣子 好 這是完成式的特點 常常 好 除了經驗之外 最常見的就是過去某個時間點到現在 這樣子 好 這邊剛剛忘記了吧 答案寫一下 OK 這裡是 Jew is becoming 好 那我們今天要看到的最後一題 Members of Parliament recently bring a 4.2% pay increase 好 就是國會的會員最近怎麼樣 收到了 好 4.2% 百分之4.2%的薪水增加 好 當國會會員證 好 好薪水就會一直增加 這樣子 好 我亂講話的 好 pay increase就是薪水增加這樣子 所以他們是收到了 好 recently 這個字呢 我要跟大家講 然後他跟lately一樣 常常會跟現在完成式一起用 好 recently跟lately 常常會跟現在完成式一起用 表示最近怎麼樣 好 會用現在完成式 但是 美式的話 也通常會把它用在過去式 也是OK的 好 那我們一個一個看 receives 好 這種呢 單一發生了事件了 好 這個請你不要用現在簡單式 現在簡單式就是一個事實 一個一直重複的動作這樣子 所以現在簡單式不要隨便亂用 好 再來這是members of parliament 這是複數 好 are received 被收 好 被收 這個被動就不對 were received 過去式的被動 也不對 好 他們是收到 得到一個薪水的增加 不是被收 被得到 被動的話 我們之後應該會看到 好 被動的話 你的主詞 其實是去接受那個動作的 才會是被動 比方說 狗咬我 我被狗咬 好 我去接受我這個 狗咬的這個動作 這個時候才會是被動 好 那答案就是應該選出 received 好 這邊有have received 也可以 有現在完成也可以 但是他沒有 所以你選 過去式也可以 收到了 好 那這裡在講 received 剛好看到一個提醒一下大家 在英文 有時候我們會說 the film was well received by critics 好 這個多頁也有 看過類似這樣的題目 大家就會選不出來 就是選單字的時候 你一定不會選這個received 那其實他會是這樣子用的 好 電影就會被收到 好 不錯的評論 電影 得到不錯的評論 是誰 給他們的呢 就是 影評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常會說 something is well received 就會是像這樣子的 用法 可以稍微記一下 有時候會出現 好 好 那 這就是今天的動詞實態 動詞實態應該會講一陣子吧 好 謝謝大家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按讚 謝謝有臉書 broker youtube頻道 都歡迎訂閱 追蹤分享 有課程正在招生 也歡迎大家積極報名 謝謝收看哦 下次見拜拜